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日前 安山市委书记于公斌来到秀妍满足自治县 围绕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重要要求 开展调研督导 于公斌强调 要从严从紧从细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提前做好国庆期间疫情防控准备 同时 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强化经济运行调度 全力以赴防疫情 保安全 保稳定 保运行 日前 本期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对近期全市安全生产相关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市委书记吴兰主持会议 吴兰强调 要紧盯重点 深入排查 牢固树立一盘其思想 进一步全面排查 摸清底数 补其短板 堵塞漏洞 拿出坚决有力举措 扎实做好防疫情 保安全 互稳定各项工作 9月27号 复兴市委书记胡涛 深入复兴市部分热电企业 就做好京东城市供暖准备工作 进行检查指导 他强调 公热企业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抢抓时机 主动作为 全力做好公热前管网维护 设备检修 故障排查 应急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 确保公暖运行安全平稳 日前 葫芦岛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市2022至2023年度公热期 公热准备工作情况汇报 市委书记杨军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杨军生强调 要聚焦重点 提高服务质量 全面推进公热准备工作落实落细 保证安全运行 要加强组织领导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丹东市市长郝建军日前率队 在上海开展招商考察洽谈活动 与企业就拟投资项目 开展深入友好交流 郝建军表示 此次与长三角地区进一步深化合作 恰逢其事 丹东市始终秉承重商 亲商 爱商 护商的宗旨 为企业再单投资兴业 加快发展 创造一流营商环境 共同开创良好合作新局面 日前 锦州市市长王新宇 主持召开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重点就做好国庆假期前后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他强调 要保持清醒坚定 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扎实开展全面督导和多方式督导 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住劳安全屏障 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沈阳是中国机器人的摇篮 在发展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方面 基础雄厚 优势明显 近年来 随着沈阳市创新生态不断完善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军企业的 投研作用不断增强 智能制造产业的负能效应日渐凸显 作为我国最早的机器人企业 沈阳新松依靠多年技术沉淀和持续创新 先后开发出自主知识产权的 五大系列上百款机器人产品 成为全球产品线最全的机器人企业之一 面向半导体装备 智能装备 智能物流等产业方向 形成了完整的机器人产品线 及工业4.0整体解决方案 近年来 新松在生活服务方向加大研发力度 陆续推出多款新服务类机器人产品 新松公司将智能机器人的技术 移植到医疗康复机器人领域当中 像您能看到这些医疗康复机器人 它应用在医院的康复科服务于患者 包括脑初中 术后 骨科术后 以及外伤的一些患者来做一些康复治疗 它是融合了很多的技术在里面 创立至今 新松公司创造了我国机器人行业 100多项第一 牵头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20多项 拥有发明专利1300多项 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赋能创新发展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新松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机器人技术 跟每个行业去结合 为每个行业发展的数字化 智能化去转型 那么提供一个关键的技术支撑 今年科大训飞辽宁总部着手在沈阳建设 人工智能产业加速中心 打造人工智能产业育成中心 人工智能产业文化中心 人工智能产品体验中心等智能平台 在这里随处都能看到 人工智能硬核技术的应用场景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由科大训飞 自主研发的一款义骑机器人 凭借一颗聪明智慧的大脑 它不仅能够跟人类骑手进行过招 同时还可以进行自我博弈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 它拥有多种模式和对战策略 可供我们大家来选择 可以说是十分的智能与灵活 目前科大训飞沈阳产业加速中心 已经储备近百家人工智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 软件开发等领域的企业和创业团队 将通过产业活动 产业招商 人才培育等方式 在沈阳打造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未来中心还将在政府数字化转型 与社会治理 教育 医疗 汽车产业等领域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基于我们整个科大训飞的核心技术 加上我们跟龙头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来去给我们的整个传统行业 或者实体经济做解决方案 可以促进整个沈阳传统行业的 企业数字化的转型 大连市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以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为方向 提升新一代数字技术产业发展能及 夯实数字大连根基 一条自动线是我们由一台卧室加工中心 和三台车床组成的皇家自动线 这个可以完成24小时无人化的自动化加工 工厂及展场在山崎马扎克制造未来展示会上 一批融合了人工智能 数字孪生等 先进制造技术的最新研发产品 闪亮登场 吸引了国内数百家企业前来参观学习 这也是山崎马扎克工厂升级扩建后的首次开放 如果我们现在围绕新兴产业的发展 决定我们的研发目标 在新能源汽车我们已经研发了多条 全自动的加工设断线 瞄准产业数字化方向 大连市加快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数字赋能 在数控机床 船舶制造 汽车及零部件等工业领域 全面推广5G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 涌现出山崎马扎克 亚明汽车 中远川崎等一批智能化标杆工厂 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们今年辽宁工厂也发布了QTE系列的 包括新的这个车机中心 它呢有更加环保的设计 以助理我们客户的节能奖牌 我们呢也有这个综合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 一批知名企业立足大连 在智慧城市 智能汽车 智慧矿山等领域 研发出一系列产品 其中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 龙彩科技集团近日宣布 将再次增资在大连设立软件研发基地 面向全国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接触大连的这个人才优势吧 我希望呢这个在未来三年 它的产值呢能够达到这个 这个两亿三亿 这样的一个规模 以高新区和金浦新区 两大数字产业化核心集聚区为一托 大连市形成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集成电路制造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去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实现增加值584.8亿元 同比增长13.7% 到2025年 大连市将初步建成全国重要的 大型数据枢纽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12%左右 在30家重点企业中 18家实现两位数增长 发展数字经济 为全省产业结构调整三平大板仗 发挥数字负能作用 在稻谷飘香泄肥菊黄的时节 我省各地如约迎来丰收井 各地通过加快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实现了产业增效 农民增收 大家善出了一年的好收成 共享丰收喜悦 近年来 沈阳市康平县海州窝布香 依托花生种植优势 实施花生种植标准化 布局区域化 经营产业化 引进花生鲜石 仓储物流 及精深加工产品 线上线下销售企业 大力发展电商经济 稳步提升农产品加工业质量效益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 产业链延伸的收益 在康平县三家窝布村 红薯成了秋天里的明星产品 这几年 村里按照合作社家农户模式 以村集体经济为龙头 大力发展红薯产业 带领村民汤出了一条致富增收路 今年种植红薯地瓜面积在三百亩左右 每亩产量在一千五百斤左右 同时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也增加了入社地成员的引进收入 今秋时节 本西还人满足自治县 五里电子镇老黑山村 又迎来大真子的丰收 家家户户忙着采摘 晾晒 脱皮 炒制 打包 在村民们眼里 这圆滚滚的果子不仅是美食 更是致富黄金豆 通过这个电商的平台 各方面的平台 咱们今年这个镇子根本不愁卖 你不管是胜利还是俗利 咱们都不愁卖 现在他们从中子一系到销售 咱们是成为一条龙 产量能达到四百多万斤 由于我们大真子品质好 今年价格比往年还略有提高 我们当地的经销商就把真子全部收购了 丹东轻易山镇依托良好的生态优势 农业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推进党委加党支部加村支委模式 种植蓝莓 小柿子等效益明显 同时 当地鼓励和指导村民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助推村集体产业发展 有效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安山海城市温香镇 因盛产稻田河蟹而远近闻名 在温香镇丁家村的 极帅河蟹养殖家庭农场 蟹塘里的螃蟹各大体壮 高肥黄满 今年 养殖户们通过加强田间管理 加大 海鱼 河虾等饲料投入 稻田河蟹品质得到了大幅提高 收益也很可观 八月节和十月一之间 就是最棒的 大房也愁着有点劲 也舒服 有一种满意的丰手的感觉 为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方便企业和群众日常办事需要 近日的锦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 创新举措 采取一级建设两级使用的模式 开发建成政务便民服务地图 现在这个系统已经成功地上线试运行 将进一步打造 锦州营商环境新格局 政务便民服务地图聚焦办事方便 将锦州市各级各类办事场所的地理位置 服务时间交通路线 咨询电话直观地展示出来 充分满足企业群众对办事地点的需求 为办事人提供更加便利化的政务服务 刚才来这个政务服务大签办事 然后我就感受很深 就觉得这个服务态度 包括办事效率都越来越好了 让我觉得通过这个地图 办事能够更方便了 政务便民服务地图 现在已经嵌入在锦州通APP内 可以查询办事场所 卫生防疫 国家机关和社区服务 四类办事场所的位置信息 具体包括民政 税收 司法 不动产 社保医保 公安交通等部门 以及核酸采样点 疫苗接种点和社区党群等信息 可以让查询者第一时间 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办事地点 办事人在获得想要的查询结果后 可以在详情页面点击到这去 系统根据办事人所在位置 提供路线规划和导航实现就近办 下一步 锦州市将不断拓展 政务便民服务地图的服务渠道和内容 增加更多便起利民的服务场景 稳步推动政务服务和数据资源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锦州便时度的政务服务新门户 近年来 安山市宠物经济悄然崛起 年交易额超10亿元 宠物经济和南果梨 君子兰等特色产业一道 成为安山广袤农村振兴沃土上 接触的又宜致富增收的金果子 近年来 安山市宠物经济不断发展 位于安山市城郊的家和宠物市场 在互联网家等新业态的推动下 开启了直播交易 蒙宠们扛起流量的大旗 我们每天晚上的销量大概是四五十只到七八十只不等 我们每天晚上几乎一个星期直播四天到五天 一直是销售到现在 投资近亿元成立于2014年的安山家和宠物交易市场 是安山市宠物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里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 厂内设有上百个固定交易门点 厂外则是基地连市场的新型产业模式 带起了一条即宠物批发 检验 托运 美容等为一体的产业链条 从当初的偏拘异于小打小闹 到如今的瞄准国际市场 安山宠物产业正极具多方力量再出发 2020年 安山市与长城集团签订全方位合作协议 去年又成功举办中国安山宠物水族文化节 安山宠物特色经济正在加速走向全国 带给行业更多的惊喜 结合所有的基地准备做成一个基地连产业 连下游上下游的产业一起做 带动的宠物的宠物粮 宠物用品这块都引进到安山来 做整个产业链一起 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 打造成全国的领先全国的这个产业基地 好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宝 来看一下省内其他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好的 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媒体扫描 首先来关注丹东发布的消息 近日 丹东市2022年秋季购房运活动正式启目 本次活动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间 开发企业在各自售楼处自行布展 市区所有在售楼盘全部参加 共推出打折房源及特价房源4000多套 那活动期间呢 购房者均可享受到 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政府补贴 接下来关注北溪日报的消息 日前 国家级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公式 我们辽宁省有八个村上榜 其中呢 就包括北溪还人满足自治县 雅和乡弯弯川村 近几年 弯弯川村共整合资金2750万元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村屯绿化和村荣村茂日益改善 那目前 弯弯川村日旅游接待能力 已达1200多人次 建起了集住宿 餐饮 采摘于一体的满足特色餐饮一条街 下面再来看银口新闻的消息 昨天 银口市老年人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站接牌成立 银口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工作站设立法律援助工作作席 定期会安排律师或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值班 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那么对老年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 会开辟绿色通道 优先受理 优先审查 优先指派 届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下面来看父亲新闻网的消息 一周一范 当思来之不易 父亲蒙古族自治县实验小学 多渠道多举措 开展爱惜粮食和反粮食浪费活动 在学校开展了光盘行动 那么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同学们已经实现节约用餐 安静用餐 文明用餐 光盘行动的开展呢 也让爱惜粮食内化为同学们自觉 让反对粮食浪费成为一种新的习惯 好的 谢谢王宝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于斌 我是唐叶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